实际上一看没辙了 公开就扯起了反旗 我就反了 索性我就反了 皇上一看石敬堂反了 郑重下怀 调集天下兵马 讨伐石敬堂 要说皇上调集天下兵马 石敬堂和真不是个 真打不过 问题是李从科调集的这天下的兵马 不是他自个儿的兵马 咱们讲他整个唐朝末年 地方的节度史权力太大 自己任命辽蜀 自己任命军将 共赴不入于朝廷 整个人就演员一个一个的独立王国 和五代十国就继承了唐朝这种乱象 所以每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君 基本上都是前朝的藩阵 都是前朝的手握重兵 以至于有的人就公开说 天子宁有种业 兵强马壮者为之 谁全都大 谁是老大 谁胳膊粗 谁老大 所以你调集的兵马都是这帮藩阵的兵马 当时的后唐 实力最强的两个藩阵 一个是河东解渡石敬堂 一个是幽州解渡赵德军和他的儿子赵严寿 父子俩 所以他首先就调集的二兆的兵马 去镇压石敬堂 那二兆凭什么给你打这仗了 人家也不能白干 皇帝不拆鸡恶兵 所以二兆说打仗可以 他就提条件了 我得要官做 我一个幽州解渡 我不够 我的儿子也得弄个解渡 然后我的部下得扩充 你得把几个藩阵并起来 都是我的 我要把他们的部队吞并 然后你得给我发军饷 就提了一堆要求 这个时候的后堂的末帝李从科 昏招迭出 你是求人的 人家拿了钱给你办事 天经地义 他还觉得自个是皇上 他太拿自个当的事了 觉得自个是皇上 结果他又是这样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就羞辱二兆 当然二兆并不在场 羞辱二兆 说赵氏父子网授国恩 居然国家有难 国难当头 他们跟我要官做 他也不是个东西 而且他告诉前线的其他的将领 说如果赵氏父子想吞并你的部队 甭犹豫 跟他拼 跟他干 一个石敬堂你还没摆平呢 又把二兆给逼反了 赵氏父子 人家石敬堂真的是造反 石敬堂真的是造反 我就不干了 我就要推分你 你姓王的能当皇帝 我姓石的也行 你这个礼是假的 二兆就是要个官 你给他不就完了 以后你想办法弄回来 你先把石敬堂的主要矛盾解决了 你再解决次要矛盾 结果石敬堂的主要矛盾没解决 二兆给逼反了 二兆又反了 二兆一反 石敬堂也反 后唐 也就真是有一年没一年了 那么两边都反了 两边将来难免就要为敌 所以两边为敌怎么办呢 就不约而同都想到去找靠山 都要找靠山 那么找靠山找谁 谁当时在中华大帝应该是最强大的 双方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契丹 所以就派出使者去弃丹 见辽太宗 就见耶律德光 请求援兵 石敬堂派出的这位使者 是他的长书记 就相当于他的秘书长了 三寸不论之舌 天花乱坠 很快就把辽太宗 就给说服了 他就跟辽太宗讲 跟辽太宗讲 说如果你帮助我家主公灭了后唐之后 我们有三项答谢 哪三项答谢呢 石敬堂想借助辽国的势力 来推翻后唐李从科的统治 从而达到自己统治中原的野心 为了得到辽太宗的支持 石敬堂提出了三个答谢条件 那么辽太宗会跟石敬堂做交易吗 石敬堂开出的这三个条件 又分别是什么呢 那三项答谢呢 第一项 以富士契丹 你就是我们家主公的爹 而且我们称臣 以后我们这个王朝 跟你们契丹国是君臣之国 我们称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条件 幽云十六州 奉送上国 第三 每年三十万匹布博 我们进贡 这个时候辽太宗就琢磨了 哎 天助我也 现在中原混战 中原混战 那么 我作为他们的邻居 其货可居啊 他们家内乱了 他们解决不了 想请我调停一下他们家的纠纷 那么我就看 谁调停费给的最高 我就给谁调停 是吧 一个是调停费得给高点 再一个呢 就是你多少得占点礼 是吧 我不能说这个 因为我们国家出兵嘛 是吧 我们得以有道伐无道 是吧 我们不能说就处你给那点东西 我们就去了 那么这成了 成了打手集团了 这么成了 是吧 所以你得占点礼 因此这个太宗皇帝就在琢磨 这俩人谁占礼 其他那帮大臣就帮他分析 尤其是石正堂派去的长书记 他会说 我家主公完全是被逼反的 就把后唐皇帝怎么迫害他们家主公 整种悲劣行径 一一列属 他是被逼反 他被保命而已 是吧 我不反 命没了 那不是你死就我活的事 是吧 说这姓赵的他们俩 可不是 他们俩完全是小人 落井下石 称人之危 是吧 他们不是被逼反的 你要帮助应该帮助我家主公 太宗皇帝一想 好 这个说的对 从道义上石正堂占礼 从辈分上石正堂就更可爱了 对吧 他比我矮一辈 他比我矮一辈 他以富士气单 我帮助他 我将来就多了一个儿子 我就多了一个儿子国 姓赵的父子俩 尤其他当爹的赵德军 与我约为兄弟 你算老几爷 你跟我约为兄弟 是吧 你求我 你还跟我约为兄弟 是吧 那我认儿子 我当然不认弟弟了 是吧 不认弟弟 另外就是说 这个石正堂啊 说石正堂啊 他出卖土地 出卖祖宗 搁占幽云 割让幽云十六周 幽云十六周 不在石正堂手里 对吧 那个姓赵的 那不是幽州节度使吧 赵氏父子在这 所以石正堂 这是借花献佛 康他人之楷 是吧 一旦上国发兵相助 你帮我灭了后唐 前提是 你得帮我灭了后唐 这幽云十六周 你自个儿打下来 这地儿就归你了 我不要 就那意思 是吧 你打来归你 我不要 所以刘太宗一想啊 这个石正堂 开出的条件 这个赵氏父子 肯定不会 因为赵氏父子 不能把幽云十六周 给我 给我他上哪 他老家 是吧 然后石正堂 是康他人之楷 这地儿反正也不是石正堂的 所以石正堂要把这地儿给我 肯定是诚心诚意的 因此 辽太宗拍板 支持石正堂 亲率辽国 大军南下 连一再劝阻辽国 就是说这个契丹国呀 不要发兵南下的树律后 这一次 对于太宗兴师南下 也乐观其成 因为树律后这个人 这个智谋广远 心机很深 他原来不让太祖皇帝领兵南下 他是觉得实力不够 现在他看到这中原乱成一锅 此时不捞何时捞 大捞特捞 绝好的机会 所以他也支持 并且跟他儿子一道 率领大军南下 弃丹大军一南下 后唐严丑的就要灭亡了 所以洛阳严丑保不住了 洛阳保不住了 李从柯决定自焚殉国 他要一死 自焚殉国 中国古代历史上 能够做到国君死设计的人 还真不多 一般的亡国之君 或降或服 这样的挺身一死的 最起码从这个气节上 还是挺招人钦佩的 所以李从柯决定 我要自焚 你自焚你就自焚吧 反正你国破身死吗 他邀请耶律贝跟他一起自焚 耶律贝是辽太宗 耶律德光的大哥 李从柯为什么会邀请他一起自焚 再说 耶律贝不是一直待在自己的封地东丹国 此时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唐王朝 这件事情 还得从耶律德光继位开始说起 我们讲 耶律德光继位 当了太宗 就成了辽国的第二代皇帝 就是太宗皇帝 他做了皇帝 他做了皇帝之后 长子耶律贝 也就是自己的皇兄耶律贝 仍然留在上京 二弟跟大哥 兄弟俩之间难免就戒弟 所以我们看 其实这个时候的契丹民族 还真的是很朴实 这要搁在中原王朝 大哥肯定就 就陪伴先帝去了 肯定就陪伴 所以老二对的老大 也没痛下杀手 但是他一直就不放老大走 所以老大就几次请辞 您已经做了皇上了 我也不会跟您竞争 我的封地在东丹国 我原来是不妨让我镇守渤海 那您能不能把我放了 我归咎东丹国 侍奉大旗滩 最后很长时间 最后很长时间 太宗皇帝才把自己的哥哥放走 你归国 回国归咎东丹国 结果等这个哥哥回国之后 这个耶律德光 两几次派人去探望 名为探望 实乃监视 不但监视 而且他就把原来渤海国的人户 大量往契丹境内迁徙 而且缩小原来渤海国 也就是东丹国的领土范围 缩小领土范围 而且连自己哥哥的三百名卫兵 都是这个 他哥哥非常郁闷 非常郁闷 怎么办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他哥哥在渤海国的都城建立庙语 课写碑文 歌颂金上的圣德 我弟弟是最好的皇帝 类似一种歌颂金上圣德 并且建起一座藏书楼 每天读书 他哥哥建的这座读书楼 至今已止尚存 就是耶律贝建的读书楼 在伊乌吕山的主峰上 八百多米高的主峰上 藏书达万卷之多 当时中原内乱 很多古籍 正是因为耶律贝的搜求 才得以保存 好多 尤其他因为他是个医药学家 也是 他搜集了很多中原的古医书 这些医书在中原都失传了 所以他每天就读书 绘画 吟诗作父 与汉族文人畅和 以示绝无二心 但是 他弟弟也就是耶律德光 还是念念不忘 就派特工监视 耶律贝 耶律贝感觉 不行了 我再这么下去的话 早晚有一天 我会命丧 这个我弟弟之手 所以怎么办 耶律贝就琢磨 怎么办 我呀 跑吧 当时 这个中原王朝 就是后唐 就是在位的皇帝 就是后唐民宗 李四元 就是这个 石敬堂的岳父 当时他还在位 所以李四元也知道 这个契丹国内部的内乱 几次派人 持书渡海 招耶律贝 也不是他为什么